各位好,Farabelle 灰熊 藉由小芬的作品我们来做一个点评页 顺便分享六大观念 运用在一张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首先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 我们看到了眼睛跟鼻子嘴巴 这个眼睛在嘴巴的上方 所以我们知道这幅画是这个朝上 而大家会想说当然嘛 这是这样子 有些画的作品 你就是把它倒过来画 你也不知道是否是正面 但是这幅画你就绝对不会 因为你知道上下的关系 有了平衡以后 我们来讨论一下交界 我们在交界里面有明度色彩跟Edge 这幅画里面很明显的这边是暗面 这边是亮面 所以光非常的强烈 所以它的明暗的反差非常大 因此如果我们用明度来做次交界 什么叫次交界 比如说像这样刷进来 这个刷进来 这个刷进来 这个刷过去 这种次交界或者是像这样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这个本来是黑色的 然后经过刷了以后 这样子 所以这种次交界呢 就比较难做 也就是说难做的意思是说 它不太能形成 这两个空间立刻融在一起 色彩融不容易 因为它是光线非常强 所以它的微光的地方的色彩呢 面积非常小也很暗 所以最后一个方式就是Edge的次交界 我举一个例子来看 在它的作品里面 你可以看到耳朵的这一部分 这个是这个暗面 这个呢就是一个 湿状条状的Edge 所以它是经由快状 然后湿状 所以产生了这个跟这个暗面 产生了一个前后的空间 那这个前后的空间呢 它就非常好看 因为它是隐隐约约的叙述 这个地方它的次交界的存在 那这个地方呢 它就次交界暗跟亮 它就显得RH过多 RH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条阴影的边 跟这条阴影的边 那怎么让它消失呢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让我们的快状有部分刷过来 我记得在前些日子 我们有一个示范 我们有一个介绍 一个女孩子的双眼 她有非常长的头发这样垂下来 然后在垂过眼睛的时候呢 我们就点了一点黑黑的 让这个眼睛变很大 那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眼睛你点了一点以后 它就形成一个凹陷 也就是说这一个的Edge 是经过我们丝状的覆盖 某个部分点上一点以后呢 暗示了这个身体呢 它就跟它是非常贴近 但是呢这个身体是往后退 这样就不会这么强烈的看起来 它是一个两个 两个色块而已 好 我们看到交界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色彩 我们知道微光以下的色彩 就是产生在这 什么叫微光 就是光快消失 你看色彩越来越多 那色彩呢 的饱和度是不是有差别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 放在灯罩的后面 灯罩的前面 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手指缝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手指缝的颜色呢 四根手指缝的颜色 如果你把它转动一下 你会看到四根手指缝的颜色不一样的 有的比较饱和一点 也比较偏橘黄一点 那这就要代表什么 透过色彩的表达 我们可以表达出这个 舌头横向的微空间 跟舌头 微向红空间之外呢 每一个地方的色彩 彼此之间空间的关系 我们要表达的就是一种感觉跟空间 所以我们用色彩来表达它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注意我们什么设计 我们怎么设计 好比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色彩 虽然我们设计的这个色彩呢 它两块的面积扩大的时候呢 它会形成一个色块的交界 而不是它在单纯的一个 我们给它异常的色彩 所以色彩的 我们要表达的 其实它的面积越小越吸引人 好 这个我们今天看的是色彩 我带另外一个来看到H 我们有用划刀划过眼睛的人 猫头鹰的眼睛它圆圆的 然后你点一点亮亮的 这叫H 那鼻子呢也是圆圆的 可是它点一点雾状的 那么它这个H跟H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的视觉会吸引到这个点 而不是看到这个点 很显然的 这两个之间呢 就产生了空间 就即便它们黑色非常接近 它那个反射的点 也非常接近 但是呢 饱和度 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厚足的点 这个是一个波动 就是产生一个美空间 这告诉人呢 什么 那个鼻子呢 跟眼睛之间有个垂直的空间 这个有垂直的空间 这边以后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胡子呢 它是一个块状 那么跟这个色彩之间呢 我们希望它有一个赤角界 这个赤角界非常小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把这一块的胡子的感觉 放到这里来呢 那么它就会比较贴近一点 因为你看我们眼睛跟 我们刚才讲的眼睛跟头发 它非常贴近 但是我们知道前后 这个胡子跟它下巴应该也十分贴近 但是有分的前后 所以当我们这个胡子呢 这个几条刷过这个嘴角下方的阴影的时候 我们再去做回补 那么第一个 这个嘴型呢 它不会是一个很僵硬的圆形的一个线条 而是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眼睛一样 你刷过了以后 再回补嘴角的按面的几个点 包括舌头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胡子跟嘴之间的唯一空间 而形成这个嘴稍微往后退 第三个我们来看到这个Edge 我们还可以用在四个地方 Edge的交界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身体 当我们的Edge远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厚图 然后往外推 厚图往外推 厚图往外推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做得非常棒的地方 在这个厚图往外推以后 它还做了局部的回补 只不过这个回补啊 线段要短一点 因为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要证实这个东西 是跟后面有关系 所以它不会有很大一块 只是暗示性的一个白色 只有到这么一点点 如果这样遮起来 各位就可以看出来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形成海天一线的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这个的表面呢 它是一个圆形的 这个的表面呢 它是一个圆形 向后伸展的 所以Edge呢 还有就是可以产生一个 围空间的感觉 好我们就色彩明度Edge 我们做了解释 也做交界 也做平衡 也做笔触 好笔触就是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坚硬的笔触 我们画一个东西 如果要让它觉得 它是一个很坚硬的 或者是很冷冷的 像玻璃那样 非常坚硬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就是非常平滑 那如果是一个鼻子呢 它就不是一个坚硬的鼻子 它是一个皮 所以它是有点雾状的 各位看到这个色彩 你可以用不同的笔触 去画出这个鼻子 那么它的这个感觉 跟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这舌头呢 也不是一个坚硬的舌头 它是一个柔软的舌头 所以你可以用笔触去画出舌头 而不是用画刀 你用笔触的话 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 比较柔软的感觉 即便它是有反光 我记得我们在画我们的脸颊的时候 有一个反射光 我们的反射光 通常也是用这个方式去画 好比我们现在脸颊画的是这个深色 然后呢我们再用反射光的笔触 一笔带过 我想我在我自画像里面的一个人像 就有这样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在反射光里面 一笔带过以后呢 这个带的色彩还可以溢出 因此呢 它的色彩溢出呢 使得我们这个嘴型的空间 两个会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样就可以破除这两个 是两个色块的感觉 我最喜欢它的部分呢 就是在这一个的物状的表达 这Edge 以及这一块 赤胶界的表达 这个还有一个眼球 这两个的差异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虽然是眼球 它有刷过几笔非常非常细的毛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你要让两个空间产生互动 但是呢 又能够产生 你看有一部分的暗面 穿过的 有一部分的亮面 穿过的黑色 暗面穿过的亮色 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最传生的一个部分 好我想今天借由小芬的作品点评 我们来分享一下六个观念 怎么样创造一份跟照片不一样的感觉 而使得人家看完了 那它呢一看再看